一连召开12天的花联市民代表会 第22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在19号圆满闭幕 市长魏佳彦感谢代表理性问证 而市政团队也将持续以全体市民福祉为前提 尽力提升服务品质 以创新以及活力推展市政 好 各位同仁 各位一届 没有 没有 走过 一连召开12天的花联市民代表会 第22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在19号圆满闭会 会中通过花联市111年度总决算 等14项市政提案 以及代表们的19项建议案和7项临时动议 总计40一案全部审议通过 这次是本届第一次的定期大会 那也是新科代表第一次的总职群 那相当多的代表都本着自己的职权 来替民众发声争取相关的福利以及建设 那期盼我们华联市公所能积极的采纳 本会同仁的建议 那也能来积极的回复 那如果遇到一些相关法令规范的问题 也期盼华联市公所能寻求解套的方法 一起来努力为我们华联市带来更大的进步 那很多的代表给予我们非常多宝贵的意见 那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们也会来接受 那还有很多代表也督促我们的一些 包括染疫体的建设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看看要怎么来改善 那在这边真的很谢谢我们所有的代表 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 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位代表 都是我们市民选出来的 那我们会更尊重代表的意见 来我们在市政建设跟市政发展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参照 然后来依据代表的意识 来做一些可以来做一些深度的一些探讨 跟一些计划型的一些案子 我们都会来想办法来争取 市长威嘉燕也感谢代表们的理性问证 对市政监督积极撤立 而公所团队则会持续以全体市民扶植为前提 将提议列管追踪 并是单位属性来交办 如果是在华联市公所选择范围 必定会尽力提升服务品质 以创新及活力推展市政 记者许立晴 华联市报导